因为在进入准备程序之前 准备的工作没有做好的话 那我们是本来就要提出 这个依法有据的这个法庭的 法律法条的主张 跟案件办案的进行的主张 来让法官知道说 今天如果没有把程序问题 有三大程序问题先处理好的话 是根本是没办法进入准备程序的 没想到呢我们反而被突袭了 就是突然间法官就说退庭 今天就不开庭就结束了 我们在还没有进入我们程序 这个三大理由跟这个依据的主张之前 法官就自然就自己突然间说 他退庭他不审了 就把案子结束了 我们真的当场我们大家都愣在那边 就是我们的审判长法官姚念石姚法官 昨天他只问一个被告为什么不到庭 那按照检查官的意见 要不要通缉或至少要拘提他这件事情 然后只问我们到底被告不出庭 有什么正当的理由 正当我们在陈述 然后在这个表述之后的过程里面 法官又打断我们的话 那这个因此我们就表示一次意义了 那后面真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他认为我们所写的十几个状纸 其中除了两三份之外 都没有彭文正本人 当事人本人用印或签名 他希望我们补证这个事情 那就是这个两件事情呢 我们事后来看来 我就跟他讲说 你蛮奇怪的 对这种小小的书状 我们两个律师 二三十年以上的这个法庭经验 没有碰到一个法官跟我们讲说 你当当事人写的书状 还要当事人自己签名盖章 从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对你知道蔡英文也没有签过名啊 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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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阅卷 我们从台北地劫署阅到现在 从来没有看过蔡英文签名啊 具体我有语法有据吗 准备庭 被告一定要到吗 准备程序 其实被告不到庭的情况 法条已经可以明文了 法条已经273条 已经规定是说 没有正当理由哦 被告收到传票之后 没有正当理由不到庭 法官还是可以就准备程序呢 跟到庭的辩护律师啊 来继续 或是跟检察官继续来做准备程序 连没有正当理由不到庭 都可以进行了 何况我们当事人彭P 是有正当理由的 我还附上那个 手机上面被追踪的证据 我们还附了三个证据 是啊 还 就是说别的不说嘛 疫情你说 所有入出境国境的人都是这样 那至少我的生命受安全这件 安全被监控这是事实吧 对啊 所以我都本来讲说你看 我们在 我在6月15号申请 9月8号申请 最近是9月30号申请的 我把三份文件 彭P在美国 被定位 然后呢 手机被这个要骇客要骇入要接取文件跟相片 以及第三个你被跟监了 这三个文件作为附件来申请法干说 他真的是有生命安全之位 因为跟总统对抗 而且这个六七个案子在进行 我也蛮讶异 刘成文检察官我想就先提这一部分 今天刘成文检察官的表现就是说 他第一个他想要拘体你或甚至通气你这一点 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 这是意外的啦 那第二件事情他更说你非道庭不可的理由是说 因为检察官起诉你 因为检察官起诉你说 你是蔡总统停掉你的节目 你新生怨队 因此有私怨要报复 然后起诉你说 你今天是为了谋求生计 这个冲高点阅率 才一直不断的批评蔡总统 假论我们假学位 他用这个理由说 这个东西 你是不是新生怨队 你是不是假怨报复 你是为了谋生计 是不是为了冲高点阅力 你这个是你主观个人的感受 一定你被告到庭才有办法说明 结果就被张庆律师一呛 既然是被告主观的东西 你检察官怎么知道 可以作为起诉的理由 所以依法你要举证才对 怎么变成我们被告要来到庭说明 对不对 结果张庆律师这个话讲很大 这个法案就不高兴 就当庭说你就开始 什么组织法 法案组织法第几条 你这个辩护人讲话 不能随便乱讲话 不能当庭这个宣华 或是这个不当的发言 那就记一点 再下一次再犯就要把我们赶出去 结果是张庆律师 我也没有这样做 结果他也把我练进去 张庆律师李正法律师 说我们当庭不当发言 当庭这个大声讲话不当发言 我们哪有不当发言 我们每一个发言都是有法律依据的 今天整个摇滑官这个开庭 这个味道 你现在事后想起来 难道没有受到压力吗 不管是上面直接给他压力 或是他自己揣摩上面的压力 难道没有吗 要办的是这种东西啊 对不对 结果法官评见委会 检察官评见委会 哪有办过一个法官检察官是 因为接受上级的官收压力 或是说不当的这个 违法不当的程序进行 受到惩戒的 完全没有 就只会用态度问题 只会用这个外遇问题 笑死人了 只要是人 只要是人都有可能外遇啦 说难听一点 这有什么好办的 你老婆 只要是人都有情绪啊 情绪上来说 讲一下话难听 但是马上收回来 这不行吗 是不是 好的继续 刚刚讲第二点 第二点说 文件上面没有我的签名 对 所以我就刚才想说 法官你问这个问题 蛮奇怪的 为什么 张静律师已经讲了 他三十几年 从而没有法官跟他讲说 你的书状当事人没有盖章 你要补盖章 那我跟他讲 我二十几年 我也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第一点 这个是非常小事情 那你要确认 是不是当事人的意思 你现在问我 我说是啊 这就是当事人的意思 因为我们所有书状 要出现的事情 都要让彭P先看过 甚至讨论过才出状 那这种东西 有什么好需要在这边处理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说彭P答应我们这个案件 来做司法改革 我们非常感激 真的啦 只要碰到司法案件 司法目前司法 只要碰到重大社会处判案件 碰到政治人物案件 就会转弯 那这个 这个已经是无数的案件 从阿扁时代 我们就看到无数的案件 是这样搞的 所以我们才认为说 司法官 有那么多 四分之三以上的法官 他想要自爱 他想要公正的审理 但问题是说只有四分之一有gas 剩下四分之二中间派的两头岛 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 足够的人民的力量 跟反对党 还有执政党相对的 这个派系的力量 去支撑这些那四分之二中间派的法官 那他们还是到时候碰到问题的时候 还是要接受上级的官说 还是接受上级的暗示跟压力 或自我揣摩上意 来扭曲审判程序的进行 更乱用自由新政 乱解释法条 但是又没办法评鉴 评鉴又没办法成立 620件 22件的人民申请评鉴去年 一件都没有成立 这不是 这是司法改革吗 所以我们很感激 这个案件里面让我们司法改革从事者 张静律师跟我 还有我们律师团里面的朋友 可以在这个案件里面 在彭P案件里面 来进行真正的司法改革的这个动作 让所有的法官 特别在四分之一好法官 还有那四分之后中间派的法官 你们要相信 只要你们撑得住 只要你们依法审判 就被告的人权的保障的部分 来进行刑事案件 就民事案件进行 尊重当事人进行 主义的进行 该查就让他查 有什么不好 查完之后你不是更好写判决吗 这样子大家都获得利 全国人民百姓 只要案件进入司法就有信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